大学的时光让人向往,让人回忆 好,接下来这一段录音是来自于我大二的时候 也就是2003年左右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学校正是海选广播站的主播 一起去听听吧 如果让我遇到你,在我最美的时刻 在这里,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成一段成年 佛于是将我画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道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闲适的期盼 当你走近,请仔细聆听 那颤抖的夜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一地的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林三广传的福阳凯同学 爱适合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能和大家在校园广播当中见面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诗歌欣赏书庭的志向树 这项树,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棉的林霄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痴情的鸟儿 为绿音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全员 常年送来 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 显风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好了,这位同学呢 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这个录音 接下来尤其我们这个下一位同学 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林三 寄生机网络班的一位女同学 她叫做图映霞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她 大家好,我叫春喜 今天很高兴 与你们相见在学校的广播站里 首先,我想给你们点首歌 传给你们 希望你们的勇气 能够越来越有勇气 好的,非常的精彩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 就是带来一首 毛泽东的一首 毛泽东的一首 青年春长沙 独立寒秋 香江北去 举止周投 看万山红遍 成名静染 满江碧头 白鸽真牛 英姬长空 鱼翔前底 万类双天 尽自由 畅辽阔 稳昌芒大地 谁主臣服 好,接下来是来自于林三 商务管理的 胡燕 也就是我们的地瓜 大家好 很高兴在校园广播站 与大家相 相识吧 下面我为大家 读的是一首诗 作者 宋香波 那时候 你游荡在街上 青春像手中的棉花糖 白云般的绚丽 蜜蜂一样的甜 那时候 你彷徨在路上 日子像浪尖汗的泪花 有水般的茫然 水一样的沉浸 后来 是谁的手 在空气中收回 掩望着一朵玫瑰 枯萎 是谁 把一扇门关上 在聚集的地里 落在 落叶飘零 好了,谢谢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 林山服装本科的 伍瑞同学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他 大街上的鸡血 足有一尺多声 人踩上去 脚底下 发出 咯唧咯唧的响声 一群群牌子 在雪地里 堆雪人 死雪桥 那欢乐的叫喊声 把宿舍上的血 都震落了下来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 林山服装本科班的 彭飞同学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这位同学 了解这个 对应关系 可以帮助体会 普通话生殖的 增降情况 不过要掌握普通话 这四个声调的读音 一定要多读多年 才能熟能生长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 林山人力资源的 杨贝贝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杨贝贝 大家好 我为大家 念一篇掌文吧 掌文的名字 这叫誓言与谎言 小的时候 不,应该说是年轻的时候 更准确的说是年轻时候的初期 我相信一切誓言都是真实的 会实现的 有狼孩子说 我会永远爱你 永远 这个词令人怀想 我不要永远 只要你一生的关爱 总是可以实现的吧 为什么不相信呢 说的人表情严肃 红头藏眼 就算没有举手发誓 也绝对应该是晚 是真的 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是来自我们班上的王吕同学 我们都叫他吕王 精英节电视新秀大赛 昨晚在长沙地幕 来自于湖南的林立和北京的林小萌 获得最佳新秀奖 今晚八点 湖南卫视将现场直播 第四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集颁奖典礼 这一句音节电视